2024台北时装周今天在信义区登场 有多名台湾设计师 携手展演新季度的作品 而现场的星光阵容 包括邵雨薇 林佑佳 奥运国手吴世怡 陈念琴 也都出席看秀 而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穿上了 台湾设计师品牌 用红线条点缀的全白西装 跟选择全黑装扮的文化局长 蔡时平一同来走星光红毯 哇 蒋市长 还有局长今天太帅了吧 白色高领和背心 搭配有红线条点缀的全白西装 更换上白色靴子 台北市长蒋万安 一下车这气势 就是要来强当红毯第一帅 皮肩要继续皮色太帅了 以后这样子问证的时候 保证市场满意度超过200分 看看蒋市长 这看比网美等级的站姿 还不忘把外套挂在肩膀上 不只拍照pose很专业 走秀台步 也很熟练 我就非常喜欢这一套 特别适合 因为白色它很亮 市场真的是天生的衣架子 没有没有 很适合你 今天就当我们 这个设计师设计得好 可以把我不好的身材给你充实 年度时尚圈盛市 2024台北时装周跨界时尚大秀 20号在信仪区盛大登场 今年适逢台北建成140周年 因此特别以盛装台北为主题 多名台湾设计师 攜手展演新季度作品 耶 这个动作蛮好的市场 邀请大家一起来 待遇戴背时装中 奥运女神 吴诗仪 陈彦勤 也换上本土设计师的服装 呈现和以往赛场上 截然不同的风格 我平常没有穿得那么鲜艳 他很开心 对 我觉得自己很非常漂亮 其实他有给我两套选择 那我选择这套 我觉得他干净利落 然后他里面的雪广沙 又有点高美 现场看秀嘉宾 当然也是众星云集 蔡诗云 邵雨薇等人惊艳全场 表演阵容 更有歌王歌后 林佑佳 孙盛熙 一同力挺台湾设计师品牌 带来精彩的跨界时尚大秀 谢谢台北最后报道 谢谢台北最后报道